8月18号我们看到是香港民主派团体 这个民阵在香港为员 召集了主题为停止警黑暴力 落实五大诉求的这样一个集会 那么民阵的统计数字 显示有大约170万人参加了这一次的和平集会 另外民阵同日发布了一份公开信 也抨击香港政府和警察 公开信宣称 唯有民主普选才能从根本上扭转政权暴力横行 那么如何评估818集会 港府是否会回应集会的诉求呢 好 详细情况 我们现在就邀请民阵的副召集人梁英明女士来介绍 梁女士 您好 您好 支持人 民阵昨天他公布了违远集会游行人数为170万 而警方公布的数字是同一时间参加活动的最高峰时期 为12万8千多人 我们知道示威组织者通常和警方的估计之间总是有差别 总是有差距 但是这个差别有点太大了 我不知道梁女士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来回答外界一些质疑呢 首先我想说一下我们是怎样统计的 因为我们其实有一对义工志工 为我们很有经验的志工都会在每次游行或者是集会当中为我们点算人数 因为我们这次筹办这个集会有警方给了我们一些困难 他们就是不允许我们游行而只是允许我们集会 但是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那个维多利亚公园里面根据警方的数字 只能容纳这个10万人就是在我们的公园里面 但是我们每一次都有几十万人或者是一百多万人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只能要求每一个来的示威者都来我们公园一趟 然后流水式的出去公园走出公园 然后往前走一直走到下一个地铁站 再下一个地铁站 其实昨天实在太多人了 而有几个地铁站都是要关门 然后那个火车就不停止那样 所以我们昨天真的是有很多人 而我们的志工因为我们是点算那个集会的人数 但是其实那个人楼实在太多了 已经超越了我们集会的公园的几个地铁站都是满满的人 所以我们的志工已经不能点算太远的人了 所以我们其实一百七十万呢 在公园里面或者是公园周边的有十二点八万人 其实我刚才已经说了在公园 离了我们的公园几个地铁站的人 他们全都没有计算在内 所以我觉得其实警方那个计算方法 我会说他们是在说谎 然后就是用一个极小的人数来说 其实这个集会没有什么人支持那样的故事 好的 那么谢谢您的解释 那么民阵在召集818集会的同一天 发表了一封到香港人的公开信 他们这个公开信里面就抨击港府 说是制造恐怖环境 指责警察对抗议者使用中国式的镇压手段 并提出了五大诉求 您认为港府会如何回应这五大诉求呢 我觉得港府现在其实我们一百七十多万人 出来了以后 其实政府只是在做网出了一个声明 但是那个声明只是说那些示威者 为其他香港人带来不便 就是因为我们在离开的时候堵马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政府真的是不听民意 因为正常的一个政府在一个文明社会 民主社会里面 一百七十多万人其实是很多很多的数字 特别是我们香港其实才只有七百多万人 一个正常的政府应该自网周召开智者会 然后林郑月娥应该马上下台了 但是他们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把我们和平集会 或者是和平游行的民意都装着听不到 或者是只是用一些语言敷衍过去 但是没有实质的行动 我们是诉求其实是很明确的 还有就是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得到一百万人以上 以上的人去支持我们的五大诉求 好的 刚才何金仁说我们不希望黑社会还有黑警 我们现在已经叫警察黑警了 因为他们实在是不按照法律来用他们的武器 好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有太多的暴力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 是要我们的政府去去听我们诉求 好的 何女士 我再问您一个问题 民阵记得有报道说 民阵表示 继这个818大游行和集会之后 他们还要在31号 8月31号 举行进一步的抗议适合活动 有口号是相约831 那您给我们透露一点 这个你们的细节计划好吗 好的 我们其实已经向警方交了那个申请书 我们希望从那个折打公园 就是纵横去游行去中联办 为什么是8月31号呢 就是因为8月31号是北京落下那个831决定的五周年 什么是831决定呢 就是他们把我们香港有真普选的希望都破灭了 因为他们北京要在我们有一人一票之前 先做选择 就是他们有一个北京操控的那个小圈级选举 先选那些候选人出来才给香港人去选择 所以这个是不可能接受的 好 但是这个决定呢 现在还在 已经是五周年了 所以我们要抗议这个831决定 所以就在五周年的这一天 再次举行这个游行 我们希望有很多香港人参加 还有在美国的华人朋友 香港的朋友 希望你们都会支持我们 好的 我们感谢民阵副召集人梁英明女士 接受美国之音的